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蜀汉群雄中,马超和赵云都以独特的武艺闻名于世,两人的比较一直是一个讨论的热点。 有人认为马超的满勇更胜一筹,也有人认为赵云的全面实力更强,历史上的一次宴会成为两人实力对决的契机,也终于奋出了高下。 马超归降,张飞不服,三国时期蜀汉武将中的五虎上将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其中马超与赵云两人的武功更是饱受争议,两人在战场上都是万夫莫开的猛将。 令敌军胆寒,但谁的武艺更胜一筹,却从未奋出高下,直到马超归降蜀国经历了一场宴会后,大家才意识到赵云的武功还是高出马超一等。 那一年,马超率军杀入寒谷关,大破曹操军,曹操狼狈逃窜,被马超一路追杀,马超就是这样凭借满勇,建立起自己万夫莫当的威名,可他终究不是曹操的对手,在曹军强大的追击下,马超不得不率不重投奔蜀汉,刘备欣然接纳,对马超封以重拳,甚至打算让他与张飞联手,出任蜀国左右先锋。 张飞性格豪横 早就瞧不上马超这个外来武将,两人一见面就毛遂自荐,呲牙咧嘴地互不服气,张飞虽然自己也是以勇猛见长,但马超这样靠蛮力崛起,与自己那种威名赫赫的背景不同。 张飞自然看不上马超,两人最初见面,张飞就直言不讳地讽刺马超是破户,马超也不甘示弱,直接回对张飞平时就会耍嘴皮子,两人立刻就要掐成一团,要不是被左右拦住,只怕早已大打出手。 刘备摇头叹气,心之凭这两个脾气,要让他们协同作战,纯属妄想,刘备其实也有自己的考量。 张飞性格直爽,马超则成福很深,一时半会儿未必能够互相信任配合,如果擦出更大的火花,对蜀国的团结也很不利,于是刘备当机立断,决定还是让马超和赵云一同配合更好。 此时赵云出面调解,于众心肠地劝张飞多谅解马超,张飞这才勉强接受,其实张飞对马超的脾气也很了解,马超这样的性子必须有人能够牵制,而赵云的稳重可以很好发挥这个作用,刘备看在眼里,更敢赵云的稳重可靠,确实是托付大任的好将。 赵云勤敌,马超刮目相看。 3日号,马超受邀出席蜀汉宴请群臣的酒宴,席间,忽有守卫非暴,曹军来犯,正厮杀在城外,兵客们正惊慌失措,只见赵云平静地起身,拍拍马超的肩膀说,你且再次安顿好酒宴,敌人由我来对付,话音未落,赵云已经提枪快步离开。 众人面面向去,都对赵云这番言论嗤之以鼻,马超也冷笑一声,心说这人怕是轻敌的典型,竟然孤身前去硬敌,分明是找死。 马超虽然刚来蜀国不久,但也听说赵云这个人比较稳重,没有轻敌的习惯,他猜测赵云这是想在自己面前表现。 树立一下微信,马超心里其实很不以为然,觉得赵云这是作假把势,谁知过了不到半盏茶的时间,赵云就大不留心地走了回来,手中提着一个敌军手机,原来敌人是曹军派来的小部队,想趁蜀军正引验之时偷袭,被赵云识破,迅速出兵截杀,一举歼灭来犯之敌。 马超目瞪口呆,心中暗叹自己对赵云的武艺做成了天大的误判,当日赵云出手快速干脆,一击必杀,连马超这个猛将都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,马超原本以为赵云不过是勇猛之辈,今日一见。 方知赵云武艺之高,自己若与之交手,只怕三招两招就要败下阵来,马超福气,默认赵云首席地位。 此后,马超对赵云的武功已毫无疑问,在马超看来,赵云武艺之高,轻轻松松就能制敌,自己要是与他交手,只怕招架不过三招就要认输,由此,马超对赵云也敬重了几分,再不敢公开与他比较高下。 而后人分析这两人的区别时,也大多认为赵云的武艺更胜一筹,马超固然是一名猛将,但他更擅长野战,依靠的是蛮力,而赵云武艺全面,守备执着,进攻凌厉。 无论什么样的战场,都能运筹帷幄,如鱼得水。 再者,马超虽然战绩辉煌,但性格上有些冲动,不那么讲理,而赵云为人稳重,得才兼备,更得上下信赏,刘备要脱估,也首选了赵云。 可见,刘备对两人的评价如何,刘备是个重视人才,善于发现并重用人才的君主,马超和赵云,一个不太讲规矩,一个气度非凡,刘备自然更看重赵云。 所以,在历史上,赵云的地位要远高于马超,一体蜀汉,五虎上将,人们自然是将赵云排在马超之前,马超那一战的宴会,也成了赵云武艺高超的见证。 让马超心服口服,不得不认同赵云的首席地位。 赵云胜过马超,历史上的英雄人物,其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武艺高低,更多的时候,还需要看他们的胸襟气度,为国为民的贡献, 以及是否受到当今君主的重用。 这一点上,赵云显然更胜马超一筹,所以,论及蜀汉名将,赵云就是马超无法企及的存在,历史也早已给出了公正的评判。 马超与赵云分别代表了蜀国两种不同类型的军事力量, 马超的勇猛果爵是蜀国武力的一面,而赵云的包容稳重, 则体现了蜀国文化的软实力,刘备能够将两人很好的运用在正确的位置上,才使蜀国军力达到鼎盛。 所以,马超和赵云各有所长,都是蜀国不可或缺的武将。 论功绩,两人实属难分高下,但就整体价值而言, 赵云的稳重奖礼更受君主器重,其地位自然高人一等。 马超和赵云各有千秋,都为蜀汉立下汉马功劳, 但如果论整体的武将价值,赵云的地位还是要高于马超, 因为赵云兼具文武两方面的才能,沉稳内敛而又勇猛善战, 更得君主器重和群臣拥戴。 历史给出的评价是功允的,赵云完全配得上首席武将的美名, 马超虽然也很强,但相比之下,略训一筹这场历史上的宴会, 成为两人实力对比的见证, 也让后人对蜀汉双臂间的高下有了更清晰的认知。 马超不为是乱世英雄之一,但是多方位地比较起来, 或许赵云才该更胜一筹。 当然,二者的孰强孰弱,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因为二人的身份本质决定。 马超以前是诸侯,所以同为诸侯起家的刘备, 肯定也知道马超之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 即使马超加入蜀汉政权之后。 回心转意,可刘备又怎么会真正放心? 赵云就是自己的自家人, 从雄霸辽东的公孙赞, 跑到当时一无所有的刘备赢下, 从信任度来说,赵云有太大的优势了。 所以,赵云胜于马超是机会和信任上的领先, 因为赵云深得蜀汉内部的信任, 所以他能够获得许多在战争中表现自己的机会。 而这些个机会都被历史一笔一画地记载了下来, 所以,马超或许并没有那么不堪, 他差的是机会和信任, 或许当马超和赵云角色互换的时候, 马超也有机会成为那个独属鼠汉的顶梁大将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就和失败, 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复杂的人物, 我们也不能用一个片面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多面的历史, 我们应该用一个客观公正, 全面深入, 理性分析, 感性欣赏的态度, 来学习和理解三国历史上的各种人物和世界。 不过, 不管怎么说, 历史都是个有趣的东西, 在后人的眼中, 这些英雄们或许已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战将, 而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超级英雄, 所以, 如果你们想讨论谁更厉害, 或许可以换个角度, 比比他们有没有被赋予更多的神奇故事吧。